哈喽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建立账号的当天,或者的几天,内发很多贴,关注很多人,但当这个账号有足够多的内容以后,就会停止账号活动,如果观察不仔细的品牌和商家,就很可能会掉入陷阱,比如夏图这种很久才更新一次的真实的红人账号活动,基本都是稳定而持续的,他们会固定更新自己的内容, 为了吸引粉丝,留住粉丝,是不会出现几个月不更新的情况的,同理,你见过你关注的哪个网红,是几个月都不更新内容的吗? 三,Bio主页介绍空着的,或者随便乱填,很多机器操作的假账号,多半都不会去把主页介绍认真填写的,很多时候,都是随便写一个名字,或者介绍, 或者干脆就空着,有一些假账号,就干脆把账户设置成Private,让人无法仔细看,反过来,看也可想而知,如果这个红人,是真实的,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Bio介绍,账号也是Private的,那么他他的粉丝,能有多活跃呢? 很多时候,假账号上面的头像和图片,都是造的图,很有可能是,直接从Google上面拿的,这个时候,要仔细比对这个人的头像,和其他的照片,看看是不是,从网上直接偷的图片 4.评论和帖子内容不相关 很多高级的机器操作的账号,都会去买一些假账号,来让自己的账号,看起来更加真实 而买来的假账号,可想而知,是很笼统的,和帖子的图片和内容,都不相关的评论,比如,Good Job,或者,Good Pick这种,给谁都可以用的评论 如果看到红人的帖子里面,有大量的笼统评论,那么10有89这个红人,是在购买假评论 另外,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工具,和专门的网红平台,可以帮助我们,更加直观的看到网红们的,社交媒体状况 从而高效的找到,我们想要的真实网红,例如,可以使用Follower Check等软件,检测账户,是否有僵尸粉 如果各位卖家,想要着手红人营销,那么,请记住一个原则,优秀的产品,加,符合品牌调性的,真实网红,加,对口的粉丝画像 是一个成功的红人营销的,正确组成部分,你需要的,不是大网红,而是一个,你可以掌控的,能给你,带来收益的网红 Sans colle,让我们一起看看 Hundred什么 阿快 dollar 喝醉了 对 我是有障碑 我 values 你 来